接下来我们要讲的部分 是身体自我跟爱情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那很少人 所以研究就相对于 不是那么多 那其中要讨论的呢 包括什么样是一个美的对象 我们到底找一个对象 什么是个最重要的 通常外表条件会有 很多人都会自称在台湾 叫外貌协会 对不对 就是我们是外貌协会 诗经关居篇 诗经的这个第一篇 叫做观观居住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窈窕这两个字 古代的注解 窈就是面貌漂亮 窈是心地善良 叫心美 古人就这样解释 所以 这个标准 就是古代就立下来 孔子说 闲闲闲逸色 闲闲逸色 闲逸色有人解释说 这个要喜欢闲人 不要跟那个色胚子在一块 有人说上下文看起来 应该是指你挑选老婆 特别这都是对男人在说的 所以你挑选老婆 不应该以老婆的美貌 为你考虑的标准 应该以她的德为考虑的标准 所以古代一直强调这个 那在谈身体自我爱情的时候 一个相关的概念就是 我们在这场生活 人跟人的互动 其实是出自于 我们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的角色都是因为 对方跟我们的关系 相对来决定 那我们跟一个人有一种角色 那跟一群人 就会有一个角色组 今天像我在这里呢 现在上课是老师 等一下坐公车 我就是个消费者 回到家 我就是我妈妈的儿子 我太太的这个先生 我们家狗的主人 这都是我的角色 这是我的角色组 所以我在这里 用主人的角色来对待你 就怪怪你 不是我家的狗 懂吗 所以那这个人 有时候会有一些角色冲突之处 角色冲突就是说 这个角色组的不同的东西要求 对我不一样 比如说 如果今天我太太要求我做什么 然后可是我现在要上课 请问我该怎么办 大概就是请假 那如果我太太要求我做什么 那我妈妈要求我做另外的事情 那我该怎么办 这个各位都听过这个 简单的两难游戏 如果你的太太跟你的妈妈 同时掉到水里 这讲过吗 讲过吗 那你该怎么办 我觉得有一次去一个单位演讲 那个我很少演讲 只有15分钟到半个钟头弄演讲 我说那你就问问题好了 就一个人马上问我 说正问题 你该怎么办 你知道我上次讲过 我就这次不讲 好 那我应该做一个索引 所有的笑话 在第几讲的 第几分钟到第几分钟的时候 做一个这样的索引 那天我在昨天上课的时候 忽然间想到一个 我过去不是有这个上课的时候 有讲过我开课的时候 要求同学录一个15分钟告白录音带 而我决定现在在那个我的粉丝页上 征求15分钟告白录音带这样 然后来让大家听完投票这样 说这样的告白你会被打动吗 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录15分钟MP3 然后传到我的粉丝页上面 或者你有兴趣可以听别人怎么告白 希望大家诚信为主 不要来 不要来搅局 不要来搞认 不要来 不要来这套 我都已经讲了 你就不要再 不要再这种 1 2 3 test 一定要删掉好不好 不要浪费大家时间 另外角色主相对就是因为你在社会上 有某种地位 或某种身份 有时候status也翻成身份 那敬重自我 就是我们在社会学认为自我不是一个 你跟人家没关系的自我 好像弗洛伊德会说 人有自我本我超我这样 我们社会学通常都不是这样看的 我们觉得自我呢 都是跟别人互动产生的 你在别人互动过程里面呢 心里其实有很复杂的过程 比如你今天来上课 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那你觉得穿这样的衣服 别人会对你有什么评价 所以你就该就考虑要怎么样 这样子 像这样的复杂的过程 其实在社会学里面 就像你照镜子一样 照镜子一样 照镜子调整 调整自己的外貌 调整自己的这个行动 就叫looking glass self 那也有一个说法就是 另外就是自我其实跟他人的互动产生 所以有个self跟other的问题 the other的问题 那在爱情的自我跟这个 自我跟爱情就有这个部分 那这部分被谈论到的真的非常的少 因为呢 你不谈恋爱 你就少了一个恋爱的自我的这个身份 你只要谈了恋爱 人家也愿意跟你在一起 你就多了一个身份 你是谁谁谁的男朋友 或你是谁谁的女朋友 这件事情就是在你身份中 变得一个非同小可的 比较小看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先慢慢讲下去 另外呢 我们一般日常生活 会讲到自我 也会讲到自己 社会学里面 心理学好像也差不多 很少用到自己 大概都会用到自我 我最近看有一个人 研究容格心理学 他讲自性 像佛教的说法 自己的自 天命之为性的那个性 你们现在所谓的sex 像那样子的性 但这个台湾 中国古代的天命之为性 性不是sex 绝对不是sex 好 接下来就有几种理论 那这几种理论 有些书可以看得到 我这里说 有人是从生理面来看 你身体好 你身体不好 都会对你自我 产生一个认同的一个 你假如是体育很好 你会觉得自己怎么样 你假如是面孔很好 人家会叫你帅哥 那天还有人问我说 老师 你这辈子有没有人叫过你帅哥 就我就陷入非常长的思考 我想应该没有 不然我应该会记住 对不对 他那人家都叫你什么 早餐店老板 早餐店老板 真的喔 你们记得那么清楚 连我都忘了 等一下下个月要问你们一下 早餐店老板叫我帅哥 就是早餐店老板看到 每个男人都叫他帅哥 他每个人都叫他帅哥 他每个人都叫他每个人 哦 我有讲过被叫帅哥吗 没有那就对 因为我没去过早餐店啊 我想什么时候我去早餐店了 我自己都忘了 那我要自己回去看录影带这样 老师你在哪一台哪一次讲过 早餐店老板娘都这样叫 他叫我帅哥会不会太怪 就像今天过马路有人 我戴着耳机也没注意听 然后终于过去了才说 孙老师 你要叫我帅哥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叫我 对不对 帅哥他爸 那我可能回个头 你在叫谁啊 不是表示叫我的意思吗 帅爷爷 那我可能会回头 懂吗 我们现在已经那种自我认同 已经是从爷爷身份开始这样 帅月老 那马上回头啊 对不对 当人不让啊 开玩笑 月老一定要老成那样吗 月老只是名字叫老 OK 你可以叫月小啊 对不对 真是 生理上了 所以生理上这个面孔 所以做生理人这样叫啊 对不对 我坐计程车都叫我老板啊 计程车都叫我老板啊 因为我要掏钱嘛 对不对 有时候心情爽了 对不对 九十块给他一百块 不用招了这样啊 那司机高兴到干脆再多送你一点 多走一段路这样啊 你给一百块的时候 再往前开一百公尺这样 当然没有这样的司机啦 这个司机太白目 大概赚不到钱 记忆啦 人的记忆是非常微妙的 我们因为大部分人都有记忆 而且记忆都无损 所以你不会觉得这是什么问题 连续去就喜欢拍那种诗意的 对不对 出了一场车祸 然后忽然间在病床上醒过来了 你是谁 我在哪里 我是中兴啊 你是中兴大学吗 我每次看到都觉得 没有老 这老梗啊还蛮有用的坦白说 那你会骂到臭头 你还继续看下去 看这梗它要怎么用 你真失忆了 你还能讲那么多话吗 反正我也没碰过真的失忆的人 我现在是慢慢记忆不好 记忆不好跟失忆不一样 像我有一顶帽子 有一天就掉了 我有一顶黄色的帽子 完全不记得掉在哪里 家里也找不着 然后奇怪 我就是某种程度 是很定点移动的人 那怎么 然后我一件衣服也不见 帽子跟衣服不见 我想我太太说 那很简单吗 就在小三家嘛这样 我说那完了 我那天小三住哪都不知道 都不记得了 这很惨啊 然后我太太说 那你有小三吗 我说那更糟糕 我连你有没有小三都不记得了这样 我就开始玩下去这样 他就说你很无聊 有的时候就play alone 你知道吗 他竟然讲了打蛇水棍 你知道吗 你竟然讲我记忆不好 我就继续玩下去嘛 所以记忆很神秘 真的很神秘 包括像我们现在 你到我年纪你就知道 我希望你到我年纪 有我那么不好的记忆 免得有时候尴尬 有人就说我认识你啊这样 我也不知道诈骗你 真的我完全不记得 讲出人事实地物 我完全不记得 那高中同学或大学同学见面 小学同学见面 那大家讲一些彼此不记得的事情 那就太多了 我们前几年开始 这大概人生到台湾 好像五十几岁的人 开始就开始过这种同学会的日子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日子 你碰到一堆你完全不记得他 他完全不记得你 但是大家一起来参加同学会的人 我不知道将来有没有这个机会 你们来参加什么 爱情社会学第一次录影班的同学会这样 就你们啊 为什么要办这个同学会 你是第一次的 我没见过你 我也没见过你 那我们那时候做什么 那你再谈半天 对不起我走错教室 对不对 很尴尬的呢 好 那这个记忆的问题 所以有些是记忆中 所以呢谈恋爱 谈恋爱最美的地方就是记忆 其实失恋最美的地方也是那个记忆 但是因为记忆跟现实不符 谈恋爱的时候记忆跟现实是配合的 你想他你觉得你们的好 等一下还可以继续 等一下中午晚上见了面吃饭 然后去看看夜景 这还可以继续那美好的东西 恋爱的失恋的大问题是 那个记忆的美好 完全没有办法在现实中间再复制 所以很多人痛苦就在这里 可是你不要忘了 那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这是我们上次分析的 T0的什么 所以那个记忆在记忆恋爱中间 就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有一部好像是 我不记得片名叫什么 那些同学有人也跟我提到 就是金凯瑞演的一个电影 他希望把他的女朋友 从他记忆中消除掉 后来他发现错了 他要把他恢复 然后就演了一段这样的故事 所以你可以有机会 也可以去找电影来看 那当然有点象征性的手法了 不可能会忘掉同学 我已经说过恩变 不要忘掉 那就是你将来年老的时候 最美的回忆之一 将来你的孙子或真孙子问你说 阿祖 那一阵谈恋爱 那些人是在哪里这样 在天上 我就念 要来跟他去旁边这样 然后你就何然尝试 怀着一抹神秘的微笑 这蛮酷的吧 另外心理上 我们心理上也是 如果呢 我们大部分人的心理 跟我们的生理 大概都蛮一致的 比较大的问题 像我们上次说 变性人啦 或者怎么样 心理上或者有创伤的人 总之是有秘密的人 不能够公开讲的 因为社会上会不接受的 或者你不想让人家 用别的身份看你的 像这样的人 像这样的人呢 在跟人家互动的时候 都有一个区域是不能碰的 有东西是不讲的 所以你越看生活中间 越不爱讲话的人 他大概都是有很多秘密的人 要不然就是他口拙 要不然都是有秘密的人 那现在大家尊重对方的隐私权 当然没什么事情 你就别问 你就别问 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 从来都不问人家的婚姻状况 这问的尴尬呀 问的尴尬 人家不讲 就千万不要问 第二互动 从互动中来的 有时候你可能自己觉得 自己是个大帅哥 可是你旁边人 没有人认为你帅 除了你自己以外 所以你只好跟镜子交朋友 怎么样 摩紧摩紧我帅吧 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我这样也不懂 这首饰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摆在这里 不摆在这里 都一样 就转个角度嘛 蛮顺的 那为什么这样子是loser呢 我也不懂 这很多奇怪的事情 另外团体啦 看你所属的团体 你是台湾大学的学生的一员 那像前几天校庆的时候 发生那个事情 那人家都会问你啊 我当老师我就被 今天被问 昨天也被问啊 都下课私下来问我啊 我也不公开发表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这对我来讲 这已经司空见惯了 没什么好说的 那同学有很多人 有很大的困惑 那就会来问我 那我外面的也是一样啊 你们需要怎么发生这种事情 那愿意问我都表示 都不知道我的立场 才愿意问我嘛 对不对 如果知道我的立场 大概要不然就破口大骂 要不然就支持我嘛 你做得好啊你 台大之光啊这样啊 假如他们支持我做 我假如站在某一边 你这样做 你还是老师嘛你 台大就给你们这些老师 把他在台大搞成这样 那有立场的人 有时候人家马上就知道了 像我的立场非常不明显 我也不希望太明显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啊 我个人是希望我这一生啊 要尽量追求 大家所共同有的特点 追求和的部分 不要追求分的部分 我不知道我能做到多少 叫爱情社会学 不管蓝绿的 你叫政治社会学 可能就要分蓝绿了 懂吗 我叫爱情社会学 不用分蓝绿啊 我连性别我都不分啊 是和啊 什么人来都行啊 所以我们要 我们在大学里面学东西 如果不能够学 把大家联合在一起 创造共同的幸福 要早就这样分分分分分 他是我讨厌的人 他是该死掉的人 我就不知道你上大学是干什么 大学还教仇恨的吗 我非常自觉的 告诉各位同学 我觉得在大学教的 绝对不能是仇恨 学校教的一定是博爱的东西 人类才有存活下去 而且是不分国籍不分什么的 那我们不能学到这个 人类的灾难不知道何时会停止 所以我小小的心愿 我开这个 我开幽默社会学 全部都是教你合的事情 不教你分的事情 我当然会告诉你 这里面有黑暗面 所以我们上次有教偏差行为 我不是那么拿衣服说没有黑暗面 但是我们要追求的 是大家最大的共同点 这个我们大家才能存活下去 我发现太多的像媒体啦像什么 太多的人都在搞分 那我不知道这个对谁有好处 如果搞分裂 然后有人得到好处 那我还可以理解 有任何好处吗 你光看台大那事情有好处吗 台大文学院那事情 没盖起来有好处吗 晚盖一天你是自己文学院的学生 你看你毕业的时候都盖不起来 那老师到时候怎么去研究室也弄不起来 那就是因为怕楼太丑 那如果真的怕楼太丑 我们来投票现在的楼丑楼全把它开开掉 对不对 重新打造台大 因为那太丑了我们是 受不了啊 送每一个人联金出版社丑的历史 投票台大最丑的楼全部打掉重建 学生到哪上课随便 这是你家的事 他反对他觉得楼丑 民主国家不少数服务多数 那干脆就是一场混战好了 这是人家西方历史 抛头颅洒热血得来的经验 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这样靠在那里 什么事情都动不了 什么事情是非不分 这是我觉得最难过的地方 所以大的我没办法影响这个学校 我看过的那个清平会我都知道 我能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我很努力去做 就像一只小蚂蚁 我就是一只小蚂蚁 我就做我该做的 在教书 我当然不是跟各位比起来 我不算是小蚂蚁啦 我就教这些能够让大家团结起来的 能让大家共同努力的这种课程 我绝对不教那种分裂的课程 另外呢是文化啦 文化上面像有些文化比较拘谨 那像我们以前 不要讲同一个文化 不同文化也不差异 同一个文化有时候也有差异 那你也可以从同的地方来看 如果没有相同的地方 人跟人之间怎么沟通呢 我们碰到一个异文化的人怎么沟通呢 通常要沟通通常讲食物很容易沟通啊 我本来也要开食物社会学 不然发现自己已经太胖了 这样开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有人有兴趣有人开好 我鼓励别人开食物社会学 我开下去不得了 然后最后分出点心社会学 西洋点心社会学 最后再胖到不知道怎么走进来 那就很尴尬 我对点心是一点招架力都没有的 同学 老师这辈子可能就死在点心上面 女人还未必 点心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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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叫什么 罩门 好 那身体跟自我 这些最尴尬的一个事情 身体就是自我 还是身体是自我的一部分 曾经有一个广告这样拍 我听完呢 我觉得很奇怪 他身体是我自己最好的朋友 身体是你的朋友 所以你不要对你的朋友不好 他的最后逻辑是这样 身体不就你自己吗 然后这不像是对着镜子说 朋友今天好吗 你在演戏还是怎么样 身体不就你自己吗 那广告拍了一阵子是公益广告 公益广告 身体是你最好的朋友 所以请爱护你的身体 那为什么不爱护自己呢 要爱护朋友 还好我想看广告的人 没有人像我看这么精神分裂 所以这广告影响不大 显然影响不大 因为好久都没播了 所以身体算什么 身体不就你自己吗 今天人家打你一下 我没打你我打你朋友 这什么逻辑 打你就打你 那这自我有的还延伸 譬如你脚踏车 在学校我们讲脚踏车 在外面是汽车 那汽车被刮了 等于刮到你 所以对于这个社会学早期就讲 这叫social self 那车是不是你的 那车是我的 车子就自我的延伸 所以有人有钱人 为什么买那么漂亮的车子 他表示他有钱啊 那就是他呀 你刮了他的车 就等于刮了他身子啊 等于啦 这不是真的刮到了 所以这种social self 你穿的衣服 就代表你的风格啊 所以你穿衣服 会有你穿衣服的样子吗 不然今天那么多衣服 你不是只有一件 你干嘛选今天这件呢 你说啊老师其实我不是 我是只有冷跟热两件 哈哈 那你可能例外 大部分人都不是穿鞋 女人的鞋那还得了 女人基本上不是蜈蚣 可是鞋呢 基本上跟蜈蚣差不多 需要那么多鞋 男人的鞋就很少相对而言 相对而言 相对而言 那包包就更不用讲了 包包就是跟女人的关系 是神秘到不行的事情 我都不知道 精神分析要怎么解释这个事情 男人对包包就无所谓 男人就是口袋的问题 女人的衣服 基本上可以不用口袋 因为没用 男人衣服没口袋 你试试看 所以口袋 男人是口袋 女人是包包 各位可以好好去研究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张晓鸥老师 有没有研究过这种类似的东西 以前有阵子 有些老师很喜欢研究这种 日常生活中间的那种 那写散文写的还蛮漂亮的 所以呢身体不是自己的一部分 身体就是自己 那在社会学里面 这个身体最近变成是一个很大的 研究的主题 那爱情里面呢 你看 譬如说跟身体的关系 那男才女帽 男人要才 才跟身体有关吗 没关系 帽呢 有关系 所以为什么到现在一楼化妆品 都是女人要怎么保养的 女人保养是自己的财富 有人说女为月己者容 这是古人说的 现在女性主义说 女哪位月己者容 女为自己容 我自己爽 我要表现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一种说法 那这个 所以女人为什么要男才女帽 为什么不是男帽女才 如果男人帽太好 大家都认为她做的是另外一个行业 这是双重标准 什么中国古代最美的男人叫潘安 台语呢 骗子叫潘娜 你不觉得这里面有奇怪的配合吗 然后男人太漂亮 都觉得这个人大概是 以前就是戏子 薄情 反正怎么样 就是可能就丑男人 对于漂亮男人的一个 一个刻板印象 另外漂亮的人都是善良的人 这是在美国的 我看到研究里面 经常出现的一个印象 在动漫里面我也看过一次 我跟各位不一样 我不是这种动漫世代长大的 我小时候日本漫画被禁 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少 我有一次当老师以后 看那个樱桃小丸子 樱桃小丸子 樱桃小丸子很可怜的一个小孩 永远被牵在一个时空里面 三年级从来没有毕业过 对不对 三年二班 已经过了365天 他都还在三年二班 樱桃小丸子有一集 我刚好看到 他去好像去找他外婆 还找谁 就坐车到一个地方 然后他不知道路 然后就要去问路 结果呢 他在路上看到一个很丑的一个姐姐 那画得真的好丑 比美环还丑 丑到毕的那种很丑 然后他就要去问路 结果有一个很丑的 跟一个很漂亮的两个姐姐走过来 他就自己呢 我要问那个漂亮的姐姐 他会告诉我路这样 就忽然间自己就这样子 然后就去问那个漂亮姐姐 漂亮姐姐说 我不知道耶 然后那个很丑的就说 那你就往前面走 再抓两个歪就到了 这样子 那樱桃小孩就觉得 好倒霉喔 怎么被这种丑姐姐 告诉路呢这样 我就看到这么一个故事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到我 就欸 连问路 你都觉得漂亮的人 会告诉你比较正确 然后那个丑的人 会告诉你比较差 你觉得这什么逻辑呢 那小学三年级就算了 那我们男生要问路 找一个漂亮的妹妹 那你的意图很清楚嘛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别人 那你意图也很清楚嘛 所以除了这个 相信漂亮的人是 善良的人之外 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刻板印象 就是漂亮的人 心眼都是不好的 漂亮的人都是坏人 那在西方有所谓蛇蝎美人的这种说法 fame fatale 然后在中国有 祸水红颜的说法 甚至有这种祸水红颜使官 祸水红颜使官 就是呢 什么下 商朝王呢 是因为有谁啊 商朝不是包四 商朝是媚喜 打几是吧 反正就是下朝是打几 然后哪一个是媚喜 然后哪一个 你们上网去查好了 反正周朝呢是包四 对 然后到了明朝 怎么王的呢 陈元元 然后这个反正呢 都可以无限的 都可以找到一个女人 这来当这个罪魁祸首 那这个都是刻板印象 有人是这样 没错 但是呢 不是美的人也有人这样 但你就不会认为 那跟他的美貌外貌有关系这样的 那另外呢 还有125页这里 男生到底是喜欢年轻的女生 还是男才女貌现象 这个有演化论的解释 三部实在新闻中出现了 这种男女差别很大 特别是男大女小 上一个新闻事件 是一位政府官员离职了 说他跟小他26岁 还27岁的女研究生谈恋爱 然后就引起了一两天的涟漪 那救人问 我也被问过 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喜欢年轻的女人 我说喜欢是什么意思 如果喜欢他跟他抛弃婚姻 那我想大部分男人不会这样做 大部分男人都还是规矩的 不然的话这社会早已经不是现在这样 我说当然有人会那样做 但是真的很少数很少数 如果大家都那样做就不必上报啦 上报干什么呢 大家都那样做的事情怎么会上报呢 那上报就是因为很少人那样做 了解吗 这有时候你返向阅读是这样 如果我们天天天天天在外面都是杀人天天车祸 那今天有个车祸那算个什么呢 小事嘛 对吧 那不是就是因为不是天天有 所以那个事情报起来就有他的 特别在道德上 除了稀奇以外还有道德上问题 所以男人到底是不是喜欢年轻女性 这种问题其实有语意上的问题 喜欢到什么地步 喜欢到什么地步 一个是喜欢欣赏你会看 这是一种 你说我从来不看 那你要不然眼睛有问题 哪有人不看的嘛 我都会看啊 有的就这样子而已了嘛 那有人看还会吹口哨 那我们就不会做这事吗 我也会吹口哨啊 但是我们觉得这样不庄重啊 那看了我们觉得这是庄重啊 那当然有人说你看着干嘛 那干嘛我不看啊 我就当瞎着我啊 有眼睛都看得到啊 那为什么不看呢 我又没很不可能就很色蜜蜜蜜 这是不是色蜜蜜蜜我也不知道啊 对不起 那有人吹口哨啊 那有人可能就跟上去搭讪啊 那有人可能就把对方扑倒啊 那就进到警察局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种喜欢啊 我觉得真的是 这语意上对我来讲 是非常含混的事情 好 所以男性喜欢找年轻健康的女子 在演化论解释是 因为可以保障自己后代 最大的生育率跟存活机会 那有多少人说 我去找年轻女子就是为了满足达尔文的解释 这样 免得到他理论破产了 这很难看 有多少人这样讲 没有嘛 那真的你去研究一下 真的有多少那种老男人 真的就一定会找年轻女人结婚 如果他没钱的话 真的有钱的老男人要找多少 你可以做个统计 不要根据几个大老板的行为 你就下出一个这样的结论 你做了一个结论 马上有学者帮你解释啊 就演化论解释啊 这有帮助了解事情吗 我个人认为没有 好那女性呢 那找年纪大的 而且有经济基础的 或者社会地位男性 可以保障自己后代 最大的存活机率啊 所以前提就是 保障最大存活机率啊 那你怎么知道 这叫演化的策略呢 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为什么演化叫保障最大的策略 那地球要保护他最大的存活机率 就是把那种伤害地球全给干掉啊 那人类伤害地球 地球就把人类给干掉啊 透过什么狂风暴雨 超级预风 有人相信地球是活的 反正相信这事情的很多啊 你要拍影片啊 OK 所以这个是一般人解释 这个年轻啊 有身体 然后年轻的身体 可以产生比较健康 或者多一点的后代 我个人不太赞成这个理论 但是这个理论呢 在研究上面经常看到 另外呢 对于有人研究 对于漂亮的人 都是善良人的刻板印象 其实是当事人将自己喜好的特质 投射在漂亮的人身上 因为你不漂亮 你就觉得哎呀 漂亮的人多好啊 我自己没那么好 那你就觉得那是一个好的特质 其实啊 如果真的只偏害这个林肯说的啊 上帝喜欢普通的人 这是为什么他制造那么多普通的人 我以前念到这句林肯的话 很受感动这样啊 从此以后对自己的外貌 就不做不太注意 这当然也不是太好的事 但是我觉得受到很大的鼓励 在我年轻的时候 年轻者觉得 常常自己觉得不够帅啊 觉得自己长得青春痘又这样 然后自己怎么这五官的这种比例 就不太对啊这样 那时候还不太 还没胖成现在这样 就已经不满意了 那我现在胖成这样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每次那照相的时候 我都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你不会把我肚子修饰一下 就是这样 好 这是有些研究的解释 那我们中文有的时候会讲的很含蓄 叫肌肤之亲啦 那生理意义呢就是关于跟痛苦这样 有的时候你牵牵小手很快乐 那有的时候呢你牵牵小手呢很不快乐 牵小手还不快乐 对啊有人手心会出汗啊 手心会出汗 这对另外一方来讲是很不快的一件事情 那有人认为肌肤之亲 包括不管从性行为到比较这个亲 大部分人认为比较亲的接吻或者牵手 有人认为是爱情的象征 那有人不喜欢在公共场合牵手给别人看 那你说他就觉得自己的爱情不能见面 不能让人家看吗 那在某个阶段 有些人是不公开自己的恋情的 那有人认为这一定有什么会要隐瞒的 有人会尊重对方说这就是他的习惯 OK的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 光一件事情就有不同的看法 好那爱人的身影 跟他的崇拜 这个在古诗里面都有啊 现在也差不多啊 比如说会喜欢对方的头发 头发跟健康啊有的时候是有关联的啊 那通常男生会特别注意女生的头发 乌黑亮丽的头发 如果要依照演化论的解释 代表母亲身体健康 母亲身体健康代表你的小孩将来也很健康 所以要跟这种乌黑亮丽头发人结婚 所以你才会有美好的后代 你有洗髮精有的时候有一样道理 对不对 这是头发 古代人都常常有这种对头发的瑕疵 特别是对女生都希望女生是长头发 但女生也知道长头发有的时候会分叉啊 有人发质不好啊 等等的这些小问题 男生的头发就比较少人去计较 男生头发比较少 那男生比较担心的 当然女生也有啊 但是相对而言啊 这个担心的比较 男生担心白头发 很多人认为白头发是衰老的象征 所以要是有人少年白 你千万别嫁给他 这个人精力也不好 然后到时候身体也不好 你嫁给他生下来小孩 绝对不能保障最大婚存活率 你跟一个老头生起来生这个老小孩 这当然是非常夸张的那种 没有知识人讲的话啊 额头 看向着叫天庭 天庭要饱满 代表这个人的命很好 天庭要光滑 代表他是这个营养够 等等等等 所以天庭也是 那天庭通常用来 如果在接吻的时候 天庭是代表他 长辈对晚辈的接吻 或者是一个比较friendly 接近友谊的接吻 如果你的男朋友 最后跟你道别的时候 吻你的脸 吻你的天庭 吻你这里 额头这里 你大概知道他没有那么爱你 或者他很尊重你 因为你们刚开始 一开始吻你这里 当然很严重 他说那我可以吻你吗 你最好问清楚哪里 对不对 他吻你这里这算个屁啊 对不起又讲了这个字 我问你这里 我问你这里 对不对 我好喜欢你的酒窝 我好喜欢另外的酒窝 我那边没酒窝 我还你一个 这额头 眉毛 眉毛呢 其实人大概都有眉毛 但是女人不知道为什么 到了某年间把眉毛剃掉 从唐朝开始 至少唐朝就有 唐朝那眉毛还画得很上面 现在日本人学这套 看起来唐朝那审美观真是 真是穿越的时候不要到那个朝代去 我大概可以 因为我胖 对不对 那唐朝人流行胖子 那你们女生要留到 要穿越到那个时代去 被当成奴卑 因为你们吃不好 那么瘦 唐朝很可怕 眉毛也是要画到上面去 你看到那个戏的话 日本基本上有很多装 那个打扮 听说还是根据唐朝传过去的办法 那男人的眉毛呢 最好又粗又浓 在像命像书上也这么说 又粗又浓的头发 那眉毛 头发 眉毛代表他呢 将来这个官运很好 在社会上会很有地位 看起来浓眉大眼 对不对 那英雄人物都长那样 女生浓眉大眼 那就不必了 那就很惨 所以你眉毛就要修啊修啊 当然最近有一个女生 他爸爸是演 这是歌星的 叫Phil Collins的女儿 叫Lily Collins 演那个另外一个白雪公主 所有人看那部电影 就愣在那里 就看这个女孩的眉毛 怎么那么粗黑 那个变成她的另外一个 其实我看到她其他照片 好像还没这样 但是不知道那个白雪公主 那个白雪公主 有特别特别的眉毛 跟一般的白雪公主不太一样 是黑眉白雪公主 就像那个马祖 有魅州马祖 有黑面的跟粉红面的 将来白雪公主 也可能分那么多类型 眼睛啦 眼睛一般都被认为是灵魂之窗 眼睛是认为 最不会撒谎的一个器官 所以外国电影里面常常有 你如果要跟对方摊牌 或者跟对方讲你的心事 So look me in my eye and tell me 看着我眼睛告诉我 特别在分手的时候 你说你不爱我 你只敢 只要你敢看着我眼睛告诉我 说你不爱我 我就真的相信你不爱我 恋人之间的沟通最复杂的是 口是心非跟口非心是 谈恋爱的时候 口是是一致的 然后到后来中间有一段 就会口是心非 我爱你啦 我爱你啦 你别在玩电动的 我爱你啦 不要这样嘛 我自己快玩完了啦 我爱你啦 我爱你啦 你知道那个已经口是心非了 你知道吗 然后失恋的时候 或者两人吵架的时候 会出现另外一个状态 叫做口非心是 我就是不爱你啊 那你要怎样 你不要正以为他不爱你 他不爱你找跑啦 他故意要彻验你 到底你相信他不爱你 我就是不爱你啊 对不对 我觉得你不爱我 这都是故意撒娇你知道吗 你觉得这时候你的那对话 就应该是 哪有不爱你 爱你啦 爱你啦 这样听起来又很怪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这是口是心非 口非心是 所以你知道怎么确定 对方讲的是实情 测谎器当然是一点 但是在测谎器的街上走很奇怪 通常最传统的方法 就是看着眼睛讲话 像蓝牙传书一样 就是看着对方眼睛 所以谈恋爱你看 其实那人不讲话 都在传达情谊 靠着手握着手 靠着眼睛 靠着肩膀 靠着整个身体在传达 我们是一对恋人 我爱你的意思 通常到了中间开始吵架 开始准备要分手的时候 言语就越来越多 身体的语言就越来越远 谈恋爱的时候做得很近 要分手的时候越做越远 远到一个人跟人一般的距离 你可以注意观察 有机会也可以观察自己 也可以观察别人 所以身体语言 其实代表很多很多很细微的意思 眼睛 所以你真的要对方相信你讲的话 你可以用你真诚的眼神跟他对谈 那要不然就是比赛谁先眨眼 那是另外一个游戏 另外两颊 两个脸颊 那个吻脸颊通常是一个礼貌的象征 并不代表太多的深厚的情谊 我们有时候对小朋友啦 会吻脸颊 会吻这个额头 对那个礼貌的人的欧洲人 特别是欧洲人 吻脸颊 有吻一次的 有吻两次 有吻三次的 吻脸颊 那个都要做出声音来的 其实只靠到脸颊 并没有吻到 并没有吻到 那这个鼻子啦 鼻子呢当然也是一个特别的器官 那有很多很奇怪的想法 我们当兵的时候 有人认为鼻子跟男性生殖器 鼻子就是男性的外露生殖器官 我到现在为止没懂是为什么 就有一堆那种长官 发明了一堆理论这样 那我就不讲了 因为这两个不讲这个 有很多人很奇怪 相信鼻子 相信鼻子 那大部分呢 那现在人的觉得 要漂亮的鼻子都是什么 鼻翼这边非常的小 有人做手术把鼻翼变小 那我们大部分 因为不同的种族的人 就有一些简单的生理上特质 那鼻翼小大概西方人容易 东方人都不太容易 你看那黑人的鼻翼都 都比较朝天嘛 那台湾的最朝天的人 好像是捧恰恰嘛 大家都每次都开他玩笑 他也就被开玩笑嘛 说哎呀靠来怎么以前许孝顺 还是谁开他玩笑 好像说你在人家旁边 你常会觉得空气不够这样 因为都被他吸走了这样 这当然是太夸张的说法啦 那效果啦 鼻子 嘴唇啦 我们接吻都接吻在嘴唇上啦 有谁吻在鼻子上 万有鼻头粉刺 那不很恶心嘛 然后万一鼻头粉刺很明显 你不觉得像在吃草莓嘛 Anyway 我有时候有些奇怪的联想这样 所以嘴唇啦 最近因为安洁丽丹球业关系 好像丰厚的嘴唇变成是一种性感的象征 就很多人去做 做的就很不自然 以前没有人要那种嘴唇 都要嘴唇很薄 特别是女生 嘴唇要很薄 才代表他这个女生的嘴唇是美的 嘴要小 那审美观常常会变 安洁丽丹球丽出来 就把这个改变 可他也出来很久才改变 才改变 变成那个是一个呢 耳朵啦 耳朵你有中医的话 你知道买耳针 耳朵有很多隧道 穴道不是隧道 穴道 就一个隧道 耳朵很多隧道 这是什么耳朵 就很多的穴道 那耳朵呢 也常常被看命的 这些五官都是算命的先生 或看相的先生的好的材料 耳朵要丰厚 代表好命 耳朵后面有志 代表这个人很孝顺 耳朵耳垂下来 表示这种好福气 本人就是从小被认为是好福气的人 我才从小觉得才怪呢 我从小玩的叼耳朵你知道吗 猜拳输了就被叼耳朵 我每次下课玩的耳垂都红的 就被叼到大家最喜欢跟我玩 因为我耳垂很大 从小就很大 有人说你跟佛像很像 我想将来就不能结婚了 要当和尚 这是还好 另外呢腰臀比啦 这是越来越精细的 那西方人都很强调三维嘛 特别女人 西方的女人啊 选美的时候一定要讲三维 那男人通常不会被重视三维 很多女性主义者认为 这是一个污蔑这样啊 那他认为这个腰跟臀 腰跟臀的比例最好是0.7 他们研究了这个 美国历来电影上面 认为所谓最漂亮的女人 那就是24腰跟34的这个臀尾 我们中国人呢很少人注意这样 东方人也很少 日本人有些资料上面 在写明星的时候会写岁数 那很多是秘密 那日本人好像也会写说 有的人还会写上他的三维 特别是AV女幽 那他们只是用那个公尺制度 来写这样 腰臀比 那有人就说那女生是看腰跟臀 男生就是看肩跟腰 因为是要练出那种 三角形的六块鸡这样 那肩跟腰 肩腰比呢 就没有特别讲出要0.7 0.7才得了 大概1点多我看看 这0.7反过来我猜了 但是呢这个有这样的研究 但是这个研究 并没有被太多人重视跟支持 因为大部分的男生 不太会去注意三维的问题 买裤子也顶多注意腰围 不会注意臀围 臀围对男生来讲 是很陌生的事情 胸围也是 虽然有些人有 那你说男人还有ABC 这就更奇怪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男女在身体的一些测量上面 或者在社会观感上面 有不同的地方 这样 我们大部分人比较重视女人的身体 在这种爱情或者在社会上的意义 男人身体相对而言 相对这样而言是比较不重视 身高跟体重 身高跟体重呢 那现在流行你们瘦嘛 所以要流行减肥 所以各位女同学的身材 在我那时代都是营养不良的象征 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太胖的同学 第一方面营养也不太好 那就是正常健康 没什么饮食 没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 这个什么什么青蛙壮奶 呆呆奶啊 橙山顶啊 什么之类的 那都没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的生活 相对而言比较健康一点 你们现在东西 很多啊 所以你们就开始要减肥 这也是 我不知道到你们 到我这年纪的时候 下面的人在干嘛 已经都竹竿人了 还要变成什么 筷子人 我就不知道 这个世界有时候变化到很奇怪 那我们通常会希望 大家社会期待 男生要比女生高 如果女生比男生高 这好像就陷入一个 视觉上的困局 我就曾经问过很多人 为什么男生比女生高 她说好看 我说女生比男生高 不也好看吗 反正一个高一矮就好看嘛 不是吗 说照相好看 我说照相反正不照到脚 你可以摆椅子啊 你可以站在台阶上啊 这不都可以处理的问题吗 以前有一个 有两一个男女高音 一个男高音 唱这个伯恩斯坦的西城故事 男的实在太矮了 Jose Carreras 女的实在太高了 Tiri Tecanava 后来他们就靠着这个 就 他就不到下半身 就靠着那种小鸟艺人那样的 照出一张浪漫照 其实女的比男的高太多 高大太多了 那男的看起来太小只了 我觉得男的可能戴上这假发 女的把她再变一变可能比较像 就是故意要找成这样啊 就是男的要变 那时候季辛吉到中国大陆访问 季辛吉的太太比她高一个头啊 她觉得好怪啊这外国人 那这就是你见怪要怪 那就表示你没 要怪你自己没知识 或者你太局限于自己的想法 不过这个高的这个 对高女生 高个子女生的压力真的很大 我认识很高个子女生 她说老师我找不到男朋友啊 我长那么高 我说你介意跟个子矮的男生啊 她说我不介意啊 他们介意啊 我说她介意什么 他们就开玩笑 说结婚还得拿个楼梯啊 什么之类的 很生气这样 那开玩笑说吧 大概也不是要追她的人 是那种人家讲风凉话这样 她就很生气啊 我觉得 我说那你就去嫁外国人好了 她说对 荔枝加外国人 长太高了 那长高也不是她的问题啊 也不是她能控制的啊 那这体重的问题呢 也是 那女生永远觉得自己不够瘦 这是这时代的病态 那那个医学方面的测量 常常有改变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你的身高 减低的体重等于100 就是所谓的正常体重 现在叫BMI值 对不对 我还特别补充一下 每次去医院都有一个卫教的告诉你 BMI值怎么算 我觉得那根本就欺负人 真的欺负人 你在什么范围之内就属于正常 我不正常怎么样 你抓我去精神科吗我 好 另外跟身体大概有关的 大概就是照片跟照相 在手机发明以后 这照相方便到不行 大头贴发明 那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很多情侣就开始造那种浪漫的 不行的照片 那到后来手机发明 大家就开始这样照相了 以前那个照相机都很远了 你不可能自己照相 自己照相还要摆时间 还不冲过来这样 一声这样的 那现在都改善很多 所以你会出现很多 比较容易出现太多亲密的照片 而且录影设备非常方便 所以你要布牙照啊 什么在两人关系好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亲密的回忆 两人关系不好的时候 那就是你的负担 所以这个照片有送照片 那通常两个人不认识 通常先看照片 那通常两个人不认识 在以前男女有鼻友 这鼻友跟你们的网友 有点类似 隔着很多很远的地方 然后大家互相写信 来沟通情感 那鼻友呢 有时候会有照片 要先附照片 然后有征婚的也是 我还记得当时征婚广告 常常会这样 请送来一张光面 光面半身一寸脱帽 光面脱帽一寸半身照片 何则约谈否则密退 后来发现找工作也是这个 这句台词 我觉得是干嘛 登广告已经都固定台词了吗 那个征婚跟求职 台词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要看照片 那照片各位有身份证吧 你们的身份证照片 很多人是小学的照片 那哪是现在的你啊 我都觉得身份证也收 真的是佩服到不行 有些那小学到的大学 变化会比较大的 那你也是你的照片 那谁认得出来 我就不知道 身份证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呢 如果一个人喜欢 另外一个人在当时送照片 我当兵的时候 我的女朋友就送照片给我 我就把它摆在我的胸口 我就摆在一个小祭司本人 就摆在我的胸口这样 没事就拿出来这样 然后就觉得当兵的生活 至少可以忍受过去 因为为了要见他一面 我一定要活过今天 不要小看那种 照片的伟大的影响力啊 那时候照片啊 书信啊 都是让我们撑过那种 无聊日子的那个 那时候你才知道 孔子所说的名无信不立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一天没叫他来信 连站都站不稳 懂吗 这叫名无信不立 这是 这是你不当兵 你不了解啊 信的重要性啊 就是乱七八糟的话都行啊 另外呢身体接触的危险 那身体接触当然有 他的后遗症 你不想要的啦 意外的后果 怀孕啦 如果你不想要怀孕而怀孕啦 有时候这个很多人觉得 见在悬上啦 那当时气氛很好啦 然后就做那件事情 完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那有人认为保护措施做起来又不爽 等等等等的 那说不会那么倒霉吧 很多人就是用这种方式 然后最后就就就就就中了 中了你怀孕正常还好 你怀孕不正常 那母体也会受到 妈妈也会受到很大的 生理跟心理上的这个伤害 那最糟糕还有心病跟艾滋病啦 虽然现在都可以控制 但是生的病 总是那过程不太好 另外还有肢理残障 跟爱情的问题 在我们那个时代 最有名的一本书 跟爱情故事 就叫汪洋中的一条船 那作者是郑峰喜先生 那因为那时候蒋经国 特别鼓励这本书 这个故事还拍成电影 是秦翰主演的 秦翰跟林凤娇主演的 这个是一部这种鼓励 这个任何人都有爱情的权利 然后这个郑峰喜的角色由秦翰来演 那他是肢体残障 腿部好像不太方便 那也来台北念大学 后来他同班同学呢 一个肢体没有问题的一个女生 就嫁给了他 然后两个人就家里很反对啊 那个女生的家里觉得 为什么不嫁给好手好脚的人 那这个当时在那种社会 歧视很多不同的人的那种社会 都这个给很多人鼓励 给很多人鼓励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女到底是为悦己者容 还是男为悦己者容 或者是不是容 那这个也是一个经常会有人讨论的 但是都没有太多的研究 都没有太多的研究 那至于这腰臀比跟腰间比 这126月下面就有一个 这个名字听起来是印度人 Sing 他研究说两性在青春期之前 以及老年的体脂肪的分布是一样的 所以最大的差异是落在青春期跟中年之间 所以老的也通常会瘦 因为脂肪的关系 二 青春期之后呢 体脂肪主要是集中在腹部 臀骨部 就臀部跟大腿 臀部是比较优雅的说法 你应该知道初俗的说法就是屁股 然后搞铜 会有人发现搞完铜是Testosterone 会让脂肪囤积在腹部 而且抑制他在臀部的累积 这都有医学的基础了 然后雌激素Estrogen 刚好相反 产生所以会产生男型的身体 跟女型的这种两种不同的身体的类型 那可以借着腰围跟臀围的比例 来测出 他有这样的一个生理上的一个基础 所以呢他觉得青春期以前 两性有类似的腰臀比 国中生以前小一小五小六的同学 然后青春期以后呢 女性的脂肪囤积在臀部 所以会臀部会比较大 然后那臀部会比男性 因此腰臀比呢会比男性的小 因为这分母变大了对不对 然后这个健康女性的腰臀比 约在点六七到点八零之间 这是美国的资料应该这样 那健康男性则在点八五这样 比较大比例比较大 然后或者点九五之间 然后女性在停经以后 腰臀比会和男性比较接近 这都非常生理上 然后腰臀比是女性生殖地位跟能力 及健康状况一种讯号 你不知道她 你看不到她的检查报告健康报告 但是你可以看着靠着她的体型外型 来判断她是否是健康的 所以呢古代这个医疗不发达的时候 这些都是讯息 头发的状态啦 腰臀比啦 这些都是知道这女生是不是健康的 能不能娶这样的女生进门 可不可以让你们家传宗接代 那传宗接代生殖能力呢 除了这以外 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 就是说俗话说屁股大不大 屁股大的好生 骨盆比较大 现在那屁股小的呢 骨盆小生产的时候可能会有困难 这确实有一点点跟现在科学的 根据是有相关的这样 好那第五项在127页 那过去研究美国女性 特别是花花公子折叶女郎 1958年196年来78年的 以及1940到1985年的美国小姐 因为这些都有公开的资料可以比 美丽身形的标准 就是沙漏型的身体 各位要看过沙漏吗 经过多年都没有太大改变 美国这样子从1940到1985 这差不多横跨45年 另外一个大概也横跨了18年 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以BMI 为基础 所以呢第六项 过胖或过瘦都不被认为具有吸引力 因此不被认为具有升值的潜力 所以呢第七项 具有吸引力的女生必须有具备低的腰臀比 因此呢不被 比标准体重太多不管是太少还太多 然后光是体重跟腰臀比 都不能完全代表女性的吸引力 那健康是吸引力的主成要素 他研究出来是这样的 然后有研究所认为 胸部是女人升值价值的象征 因为以前要喂母奶 所以如果你这个胸部不够发达 或者不够丰满 那就有喂母奶的问题 但是还是有补充办法 就找奶妈呀 很多有钱的人 最后是有奶妈 这个朴玉长大的 这很多故事也这样 所以这个并不一定 特别是上层阶级 有很多其他补救的办法这样 好那有人认为胸部是模仿臀部 然后胸部不能准确反映出女性的升值力 这是很从身体上来看 然后男性选择女性 当然不只是以标准比为标准 但是在择偶的初期 可能是影响两个人进一步交往的原因 这种筛选过程常常不是男性察觉的 所以你看现在美国电影里面 在酒吧里面 什么叫火辣女郎 那就身材凹凸有致嘛 那到底腰臀比是不是0.7 当然不一定有那么准的那个 但是基本上你要前凸后翘啊 这符合美国文化或通俗文化中 所展现的那种会吸引男人的女人的身形啊 那什么样的男人会吸引女人呢 那美国电影现在慢慢也有 亚洲电影也慢慢有 就男主角要拖得上身 然后有六块鸡啊露出胸肌 然后最好有六块这样 我那天还看哪个电影说 你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们六块 一二三十五六 真的有六块这样 我是很想说我们要不去麦当劳吃一下六块鸡这样 所以像这个就是有时候这种本来日常生活里面 可能你没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有时候媒体呢就有这种放大效果 像这种大众媒体的力量就是这样 然后会让大家趋之若鹜 所以现在健身房这种我年轻的时候 非常陌生的这种机构在台湾能够盛行 是以前想都想不到的 那健身房你以前都人都劳动哪需要健身的问题 那现在得靠着健身来维持自己的理想的体态这样 好那1995年这个人研究很多 他又研究女性对于男性吸引力的判断的研究 他认为具有正常体重 具有典型的男性腰臀皮的男性 才会被女性认为是有吸引力的 而且是健康的 然后女性会认为可遇的deserved男性 必须在身体上跟财务上 财务还是很重要的 身体好然后又有钱 那是太完美了 十分 十分这样 然后那个女性的折扣条件很类似 不过呢因为年龄交易程度 家庭收入跟婚姻状况会有一些差别 男人在婚姻市场上 还是占着比较有利的地位 然后甚至在结婚后 美国人有研究 结婚到底对谁好 男生跟女生 一般来讲结婚对男生有好处 对女生没有太大好处 有但是没有那么 相对也没有那么多好处 所以这个研究是非常符合一般人的印象 因为女性在婚姻里面 多多少少还是被赋予很多 我们期待女性的角色 比如说家庭的扫地该谁扫呢 其实草地应该谁都可以扫呢 有空能就扫吗 觉得该女人扫 家事呢该女人做 饭呢该女人做 衣服呢都该女人做 男人干嘛 我在外面赚钱 好那现在女人也在外面赚钱了 这不是平等了吗 那家事该谁做 不是两人协商一下 就可以比较容易解决吗 但是有人会觉得 女人不做家事 那还叫女人吗 老师在念书的时候就结婚了 我结婚的时候没做事 我刚开始也有类似的想法 女人不做家事还叫女人吗 我太太就说 那男人不赚钱还叫男人吗 一下就中箭了你知道吗 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我就很认真的研究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其实严格来说我从来没想过 因为好像我都这样看的嘛 从小就这样长大的嘛 自然而然的 这就没想过 自然而然就是没想过 所以我太太高举了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想 其实我从来没好好想过 自从被棒喝了以后一想 对呀 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呢 我现在也不赚钱 我还是男人呢 那为什么 我一定要认为 男人有什么固定的角色 女人有什么固定的角色 两个人的家 就两个人协调嘛 那时候也不住在台湾 人家也不会闲言闲语 那有一次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开会碰到一些前辈学者 前辈学者中间休息的时候 就听到两个前辈学者在那边聊天 他说我妈最近从台湾来看我 另外一个前辈学者说 那怎么样 你妈还好吧 她说哎呀 我妈看到我帮我 吃完饭我洗碗 我妈都落下泪来 哎别忘了 这人要比我大十几二十岁 你知道吗 我妈就觉得养的儿子 最后 轮落到替媳妇洗碗 这好歹都媳妇该做的 好 然后这个先生也很 也已经被这个 现代化系 他说妈 那个谁谁白天也去上班 他也很累了 我们在美国 这个家事是两人共同来做的 那妈妈还是说 你不要说我来洗碗 我来洗这样 就要靠着岳母 不是 对吗 婆婆洗碗来给媳妇压力这样 她觉得哎呀 真的是好痛苦这样 还好 你妈只来一个月 一个月后 反正你们怎么活就怎么活 这个月就听你妈的算 我的前辈学者 现在大概没有什么太多人 就真的实在有进步 那早先真的男人就是 女人就是要服侍男人的 男人有学问 在外面很辛苦 回到家 你就帮她拿拖鞋倒茶 报纸电视最好打开 然后最好还有垂背的 没垂背买个按摩椅 老爷您辛苦了 同学这是大清王朝时代 那大概只有那种贝勒爷爷才有这种福气 现在没有人是这样 现在大也不需要这样 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多人 常常不知道自己活在哪一带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穿越到的是民国时期 很多人还以为穿越到大清了 那四爷那时代已经过去了 你再找另外一个Polo穿到四爷那时代 好 那另外的东西在哪 我看跳得太快 另外她有研究过女性的 年轻女性的折偶策略 她研究亚述群岛啊 吉内亚比索啊 印尼跟美国的女性啊 他们研究这次 就跨文化比较 她发现不同的文化都认为 正常体重之下 较小腰臀比的女性有吸引力 我记得她研究里面画好几个图 让你选 每个腰臀比不一样 你认为最美丽的人是什么样的类型 那就圈起来 那发现大部分的文化 不管是亚述的或者美国都是这样 第三呢 不同的文化人都认为 具有吸引力的女性 往往不忠诚 太多人喜欢她 那漂亮女生哪会只喜欢你一个人 漂亮女生都跟你玩玩的 一样反过来 那些花花公子都是跟你玩的 她根本就是风流潇洒替躺 她就是见一个爱一个 你喜欢漂亮的男生 那不 没有保障的 你最好找一个老实可靠 这时候我们这种人就出来了 老实可靠 忠厚啊 不太会动了 重心很低的 不太会动了 我们基本上是矿物的 不太会动 好 所以你看 她就这样讲 可是呢却希望跟她们发生长期的关系 有些呢 研究发现 男性喜欢跟这种外表亮丽的 条件好的女性 发表短期关系 就跟你玩玩啊 跟你上床啊 上完床她就走了 那她觉得你也不是一个可靠的 做太太的料啊 这有的英文叫boyfriend material girlfriend material这样 wife material 跟这个husband material 那不是做太太料 所以一直有这样的说法 很多文化都有 说哎呀 娶妻要娶得啊 但是交女朋友或交男朋友啊 就交个有钱的有趣的 这样子快乐一点 会玩的人 别娶太太跟娶太太 娶那个交女朋友 搞同一个标准 这样你就什么乐趣都没得到 我听过这样的说法 反过来一样 你交男朋友也是一样 不要交一个无聊的啊 规规矩矩矩乖乖牌 这样你什么乐趣都没有 男朋友可以交那种油腔滑吊的 这样你玩到 先生呢要交老实可靠的 这样你的钱才会在你手里 这一切都是算计 都是以自己为中心 不是以两个人为中心的算计 这是我个人是非常不赞成 我也不鼓励你们这样 虽然在电视上 在很多人是鼓励你们这样 好 接下来说 女性希望和控制资源 并且能够将资源转给她后代 所以有些女人 从小就被妈妈教导 这结婚的时候更强化 将来结婚后啊 你一定要把她的印章存折啊 掌握到你手里啊 别让她乱花钱啊 到时候啊你这钱啊 都给别的女人啦 就用这种恐吓的方式 来教导夫妻相处之道 你是干嘛卧底吗 你无间夫妻嘛 很多人还认为这是对的喔 所以以前我很讶异的听到 有人说 你们的夫妻是你们的钱怎么 说啊这个先生是先生的账户 太太账户 说啊先生先生账户 太太账户 那这样先在外面搞7.3 他不就不知道吗 他不会搞7.3啊 我相信他这个人啊 哎呀你怎么可以相信你先生呢 你不相信你先生你相信谁啊 你不觉得这逻辑都是很奇怪很奇怪逻辑吗 你是跟诈骗集团结婚吗 你跟一个你不相信人结婚 然后你还要这样一天到晚 怀疑他会在外面搞7.3 你知道你知道吗 因为情报局就派你去卧底还是怎么样 你有什么难言的苦衷 你要堕入这种奇怪的情况了 我就完全不能了解 我从以前就不太了解 现在还是很多人这样说 那我碰到很多人我也问说 你们夫妻的财产是怎么弄的 很多人因为台湾没有joined account 我在美国念书可以有joined account joined account就是夫妻共同户头持有人 然后美国很多地方是用支票付账 付那个水电 所以呢joined account支票上面呢 就印着两个人的名字 谁签名都可以 一方签名即可 所以joined account 所以呢每个月寄那个 他不是存折 他每个月寄对账单给你 你看了就知道谁花了多少钱 这很清楚 我回台湾以后 第一件事情到邮局说 我要开一个联合户头 他听都没听过 我说户头可不可以有我太太跟我的名字 他说不行 户头只能有一个名字 我说那我怎么知道我太太花了多少钱 我花了多少钱 我忽然间讲这 他说你自己看到的那存折啊 台湾那么重视要看看对方的这个 竟然台湾那么重视对方的隐私 这实在我不能理解的制度 到现在还是啊 你没有joined account可以开 所以你有多少钱 他有多少钱 除非他掌握你的户头 不然他看不到的 其实我们台湾很早就注重双方的隐私 如果你不告诉他你的账号 不告诉他你的密码 他根本不知道你有多少钱的 然后你的存折又保存得好好 他根本不知道的 joined account就没这个好处 可台湾到现在为止 我至少我知道都没有joined account 所以两个人要四方间是很容易的 所以你看要把资源专业后代 女人到结尾以后 最后最后假如丈夫不管怎么样 他最后只图一件事情 很多电影都告诉你 很多人也真心相信的 我是不相信 但是你女人只要有小孩就行了 特别有儿子 你有儿子在古代呢可以帮你 你家老了就没问题 你先生不可靠 儿子可靠 儿子继承了爸爸的钱 最后好好养你 那男人呢可能到外面搞7.3 所以你有儿子很重要 那很多男人呢知道自己的妻子这个弱点 就把小孩当成勒索的那个 你看那个电影叫公爵夫人 这公爵夫人也想到外面去搞7.3 然后追寻自己爱的人 最后就不让她见她小孩 公爵夫人就投降了 另外一部电影 安娜卡列尼娜马上要演出的 因为这已经演过好几遍 每一个时代会有自己时代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后来婚外情 然后最后怎么让这女人难过呢 不让她有小孩的探视权 看都不让你看 这爸爸有这个权利 小孩当然没办法 这女人就输了 男人不看小孩 你说这爸爸我不让你见他 很多男人觉得无所谓 很奇怪 妈妈就受不了 这就是女人的某种程度 很容易被抓到的小辫子 或者这就怎么样 男人跟女人之间 跟那后代的关系 女人说 因为她在我肚子里怀胎10个月 这是有感情的 你就是在那一扎那射的金 然后其他就没你的事 所以你会感情会没有那种联系 那又有一个期待连着 很多人觉得母子母女年薪 那这个我不太能说什么 这个研究也没多说什么 这是一般我听到的讲法 跟有一些人的传记里面 是这样写的 我只是提醒你注意 有人是这样的 所以有些男人很狠到现在 就是让女人不能够见到她儿子 那这个女人就要什么 你都赢得了 所以很多女人呢 丈夫有关系没关系 所以前一阵子我还看到 爸妈炯很大那个节目 刚好在讨论一个话题 就是女人 妈妈是不是 女人是不是有小孩就可以了 我不太想去 因为我那天带我妈去医院 她医院在放那个节目 然后没有声音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她们在干什么 这样 所以好像讨论的类似的话题 所以女人跟 特别是儿子的问题 好 那最后 比较不吸引人的女性 就是腰臀比比较高的女性 为了提高生殖的几率 会寻找愿意照顾她 并投资资源在她后代的男性 所以为什么女人 尤其什么电影明星 到了某个年纪的要结婚了 要找有钱的人 因为有钱人 可以保障她小孩的最大的资源 照这个解释 解释得完天衣无缝 照道理说 那个最漂亮的女性应该跟那个 我们认为最帅的男性 荧幕情侣该结为连理啊 在荧幕上也是这样 荧幕下也是这样 没有 很多电影明星最后都嫁有钱人 为什么 她这样才存活下去 有钱人甚至嫁人家做小老婆 这个在我们的时代就有谣言 谁谁啊 嫁到哪里去了 做人家小老婆 衣食无忧这样 那我们一般人做不到 因为那种有钱人 不会看我们一般人 但这种人就变成 一般人生活中间 好像变成另外一个形式的 你不知道是她98说说而已 还是她真心相信 是一种口头价值 还是真心相信的那种内心的核心信仰 你就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 所以这种情况呢 在这个时代就 就更多的资讯 你就更值得更了解 好 那另外一个研究 另外研究是研究 身体跟爱情的性别差异 那她发现男性比女性更重视对象的身体特征 男人是视觉系动物 我刚刚有说我的学生这样讲 譬如脸啊身体啊体重啊 男人可以不重视体重 常常会重视太太或女朋友的体重 第二 女性呢 比男性更重视对方的性格 智力跟学业选择 职业选择 就是郎才女貌的 简单讲还是 讲了半天 还是这个 从古到今 好像没有改变太多的标准 看女人看男人就看她的才 那那个才包括才华的才跟经济基础的才 那男人看女人就看她的貌 第三 女性特别对于喜欢的对象的吸引力 有三种不同的层次 一个是约会 一个是一夜情 一个是长期关系 认为你如果跟人家一次约会 什么东西是很重要的 一夜情什么东西是很重要的 长期关系什么都很重要 女人在这三个不同情况 选的都一致 那女性呢 喜欢的对象有主导性 可以准确预测出其喜欢的一夜情的对象 对于约会或长期关系呢 的对象 只会强调亲和性 这是他们研究 然后呢 男性也强调女性的亲和性 但态度上不如女性强 女人要觉得男人很好相处才行 因为男人 任何这个比你有权利的人 你觉得他好相处 这你才不会被权利所压到 没权利的人都希望有权利的和蔼 有权利的人都希望没权利的人听话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 你们上课希望老师有趣 那老师希望你们乖乖的 一样 因为在上课我最有权利啊 你们到时候谁及格谁不及格 不就看我吗 好那有时候呢 老师有一个公平的标准 有时候老师没有公平标准啊 我们那时代更没有公平标准啊 所有女生成绩都比男生高啊 老师明白的我喜欢女生 因为我们家都女儿 就这么讲 这现在你敢讲吗 我喜欢狗因为我们家养狗 什么话呢 你把你们家狗带来上课 这老师是我们家狗 跟你们家狗可以结为朋友吗 可以给他MSN号码吗 他们那个Facebook粉丝页 还有同学说老师 因为就不把人家狗照片放你的粉丝页 到时候我们家狗的粉丝比我多 那我该怎么办 对不对 那我哭到不行了 第七女性觉得较小的腰间比的男性 比较具有吸引力 腰间比了 但是也就是上半生呈V字型的男生 就是你不像孙老师一样呈B字型 整个上半生ABC的B字型 他是V字型 然后呢女性会以此标准 来衡量夜情的对象 但是不会把这标准用来衡量 长期办理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你说 这么漂亮的女性 怎么嫁给这么丑的男人 你只看到她丑 没看到她有钱啊 那她不是一夜情 一夜情你当然找个帅哥 找个能力强的 长期饭票那就随便了 就随便了 这个很有现实生活上的这个对应性 第八 虽然腰臀比可以预测女性 觉得有吸引力男性 可是男性的腰间比 却比较缺乏同样的预测力 就男人基本上还是看女人的腰臀比 那女人比较少看男人的腰间比 简单讲是这样 也就是 女性看待的不是男性的身体啦 她的财啦 万变不离其中就讲这个 这当然研究出来让很多人很难过啊 尤其没财的人啊 没那种财的人 那个被财的人啊 你光有那个人才的财 然后万一不能转换成被财的财 那真的你会觉得很难过 但是啊 我常常觉得美国人的研究 反映出美国人的价值观 那当然啦 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不是没有人 没有人 不是很多人都重视这种内在的核心价值 我一直认为 就是因为像这样的研究 或像这样的想法 狼才 狼才女貌的想法 才让我们大部分的人 婚姻 或者关系 有现在这种不愉快的状态 这个研究正好反映出来 这个社会的不愉快的根源 因为我们还是选择这个 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们没有选择一个内在价值更重要的东西 不是那个财 而是那个两个人的平等对待跟共同奋斗 愿意去面对将来完全不可测的环境 大家选择还是狼才女貌 还是看对方有没有钱 还看对方有没有美貌 所以这个研究证实了我们现在的惨状 对我来讲是这样 也许你们解读不是这样 那今天就先上到这